请收看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 上街仙国 慈悲明世 无光弃上的云霓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我们要用智慧 妙华传天下 老祖都已经成立一庭大学 传授这么多的妙华 大家好好学我们网路 微信电视台的这么多的妙华 来 我们鬼谷先知又开始了 哇 实习 人偷懒啊 捷径其巧 花样心 所以我比较快快 我发现我们的闲的 微信闲事都很傻 不就怕脚踏实地的在学 在修 失败的少 好 那么 你到宫庙 到处问 问通灵 问什么 想奇巧 告诉 十问九拜 一个没有拜 那个很快就拜 这事看多了啦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傻傻的跟老子走 老子叫我们学到 我们学到 我们用意 凡事皆瞻 你绝对不会吃亏啦 好 来 前院中央啦 这个埋混池啊 现在很多的新的住家 前面都埋化混池 几家 带落 才见空 好 数字 改换 宅 后方啊 好 白虎 怕闹 农 怕臭 这风雪的就很简单的 画着滑轴啦 现在 因为很多建筑师 建筑公司 要省钱 好 把花园子挖到门前面 过去踩到 他的花园子过去的人 这个渐渐都会 冷落 会没落下去 好 这个要注意 现在建筑公司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房子不要买 他说没有办法 政府法令 你就不要买嘛 你为什么要 只听政府法令 不顾人命 那个没有智慧吧 所以这座公司 就是跟着政府的法令方便 可以省多少万 结果住的人 全区都不平安 在加益某一个公家单位建设的一个社区 两百多户 凑手都在前面 门都开骨门 所以搬进去十三家 一年后就搬光光 那社区 很可惜 这国家的损失咧 政府官员的糊涂也没有智慧咧 建筑师的没有智慧 建筑公司的贪 也没有智慧 当然要倒闭嘛 哦 太多了啦 我讲了我就照口业 不讲 嘴痒痒的 哦 不讲 有的人买了 一家灾难 那个社会的福气就减少很多 这都是洪水 宗教的心境 宗教的立场来看众生的烦恼和福报 我们要有宽广的见地 好 再来 啊 若是前后清隆位 屋前屋后清隆位 那份池埋涉取方便 主女智慧渐渐退啊 速食改换见生机 你 我们住家咯 前面 后面 若是你在隆边 你都 啊 化问池 啊 出手 出手 现在比较卫星 最重要是化问池 化问池的问题 碰到了太多太多了 啊 所以我把 啊 依照老祖开示了 白红红羊 尤其呢 你化问池在农边 小孩子读书的智慧渐渐就退掉了 很奇怪 啊 若是怎么办 不然 你就 三个月 叫人来把里面的汇气抽掉 你把十斤的盐啊 把它倒在里面 就能化跌了啦 好 来 银水诗盐啊 人应该知道银水诗盐 好不好 水塔位置 要注意啊 清隆之方 龙 龙 龙卷水 白虎 安塔 护你 护受灾殃 我们的水塔 你最好在农边 不要在虎边 你在虎边呢 家里的女人会受灾殃 做在详细的 我们《风水真经》的课程里面 十点以后呢 你们看就会很清楚 这个我是把经文 把它带过 千里耳通 万里言 万里言 电视音响 满家庭啊 享受时光 天人乐 集市家中集肉果 我们现在电视啦 收音机啦 在家里大家享受很好 但是位置你要弄对 若是弄错了 放错了 家里很不平安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 他的祖先位置在这里 前面呢 就电视机 叽叽叽叽 刚好在祖先的前面 神位前面 后 家里 每天都有人吵架 孩子吵架 媳妇吵架 全部都吵架 打架 哎呀 我们师兄 是他弟弟 期待没看 哎 哥 你这个电视没有这样 啊 没信赦 我说没信赦 等一下呢 哦 后面 他的小儿子啊 啊 跟老婆啊 吵架了 丢东西一丢呢 嘿嘿 丢到他的头上来 撈灰 哦 他在讲出心里的话 所以就从新的电视换回来以后 家里没有安宁过一天 所以我们师兄 他讲不到就你风水问题嘛 哦 这电视机你晃错了嘛 祖先前面你电视机 急急脚叫朱雀洞啊 口头示灰啊 那难免嘛 哦 才好了好了 换了换了 换过了 安静下来了 这这电视机也是风水耶 音响也是风水耶 又有如我们第一届的班长 员艺法师 他的工厂 是铁的工厂 做饮水机的工厂 有一天 他很希望说员工 会比较 大家做工作心情比较好 他就买了一部音响 很好的音响呢 就放在那办公桌的正前面 正前面在这里咧 在那边播声音在那边响 响了两天 他的员工心得乱咯 一乱咯 厂长拿刀子要去杀 杀他们的这个员工 吵架拿刀子要去杀 吼 很急啦 我们的弟子啊 喔 他呢 跑到修社 舒服 奇怪 怎么家的 这个工厂 员工突然要打架 这两天很不闻 那谁要拿刀子要杀人 怎么样 他们演员 我演员算一算 你办公桌前面 朱雀洞 莱克斯瑶 又朱雀也带官鬼 莱克斯瑶又冲 就迅雷锋嘛 喔 有啦 一部买一部新的收音机 很音响 就这个问题 赶快移开 移到旁边去 好了 喔 所以各位同学 风水啊 不是那么肤浅 一般所讲的事情 还有更多啦 清隆气势啊 脑 Zhong 潘龙 河剩子母 子女 俱 俱 元龙 白虎 身世 不安cling 吵闹 不停 家 道 蚕 清隆 音响 电视 会动作 你今天在龙边 家庭的气势 会一直好起来会更和谐 若是你在虎边 音响在挂 全部在虎边 我告诉各位 家里保证和乱超乎超 事业一样 工作 休息不乱 急事惨 工作休息不乱 急事就心安 你依照风水学法 你心会安 不然你也安不了 你才能安静 就心安 缠着心安的境界 前几天 就有一位 打电话来 要不能论道 论禅宗 我的看法 我也没有时间去跟这个扯 你光文字上耍嘴皮有什么用 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做好 你工作做好了 就是惨的最高境界 你做人 老公 有没有尽老公的爱心 你有 你有的话 你就是惨的最高境界 你做老婆 是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 做父母 有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 我一等执女 有没有尽到执女的伦理仪 和责任 有的话就是惨嘛 没有的话就惨了啦 很简单嘛 在那耍嘴皮没有用啦 你曾经有一个我们的信徒啊 道前我是来 讲了满口的 禅宗的书语 我说没有用啦 你现在三点半到了 我看你 三点半到了 今天这一关过不了 好 满手 叔父啊 你说啥 我来笑三点半跳票啦 你说啥 你跟着到公才满口的事宜 六祖慧仁大师 没有办法帮你掉三点半啦 他只能告诉你 事先要尽到责任啦 佛法在世间 不理世间觉 离开世间 你没有佛法可以找啦 我很不过去 要当头伴侯 不是啊 你看 我笑往哪里去借钱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 因为你这个心态 扛着我去修行 某一个大师的徒弟 扛着这个名字 哦 当浩山 骗吃骗喝 到处借钱 借了就不还 钱借了就断 我很不过去骂他 我告诉你 你滚了一样而已啦 狗头两七七啦 我行得洗洗嘛 你如果没米子那么大啦 福气滚了差不多啦 对不对 啊你会比较渺渺嘛 也没有像李登辉总统 四十万万元脸的啦 我都差不多而已嘛 你这工作的漫谈 没有用 该做的 工作做好 责任该尽尽好 好不要去转点半 你就是最高境界的修行人 那么你问我赞来方救 我不会告诉你 我告诉你了 你这些借 我又害一个人被你偷垮啊 这位先生我很不过去骂他啦 因为我要救他 所以我必须骂他 坏习惯 扛着宗教的名称 扛着宗教的背景 到处骗吃骗喝 这一种现在作为很多 赶快还行啊 不然你下一辈子你这一生死了要回归自己的天上界 不可能一直再掉下去 这是一定的啦 所以各位同修 好像在老祖教我们做到问心如愧 凡是用意 学习风水 虽然改善意识 但是义经是一辈子的事情 一辈子的功课 义经就修成正国的不老法文 一辈子的事 风水 我现在帮你改了 好了平安了 你还是要学义经 因为你时时刻刻有不同环境 都会来 过程的业力都会来 你怎么办 你绝对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然后帮助他人啦 这是真理啊 好 好来 坐禅 行禅 卧禅啦 皆是禅啦 你坐着 也是禅 你在走路也是禅 卧了也是禅 这就是禅 尤其行禅 不简单 走路 哎呀你看路耶 哈哈 有的路就看得 看路就看得太清楚了 因为烦恼嘛 头低的烦恼一直看前面 不看旁边 看得太烦恼 嘿嘿 烦恼 也是惨啦 那走路你一直看 因为过去你跟人家结缘仇 人家在前面等你 在那等你 你也当做没有看到 眼睛一直往前面看 这也是惨了 所以老鼠叫我们 不要已经结缘仇啦 你结缘仇你永远没有立场可以 可以去安安心心的 坐也可以 行也可以 卧也可以 这传不下来啦 行主说 所以老鼠开示我们 多到人数且到人啊 不要装神 哎呀我很棒 我高人一等 我怎么样 到时候你 跟人家结恶元 寸步难行啊 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啊 所以我们走路 周围的可以见得人 好不要说 哎呦 过去 过去要结缘仇 嘲笑人家 没有出席 嘲笑人家怎么样 哎呀 等到有一天 人家 成了 就起来了啦 你走这条路 你的脸无光 哎 就是惨 那坐惨 行惨 我惨 睡得 哎呀 欢来呼去 而睡不着 你就惨啦 哈哈哈哈 所以老鼠叫我们了 安心滑门 坐到问心如愧 就好了 你们不必跟什么 哎呀 什么惨宗的 惨宗不惨 哎呀 那这个现在 很多耍嘴皮了 没有用 坐到问心如愧 你绝对会回到自己的 自己的净土回去啦 而坐到问心如愧 你拜再多的书 读再多的经 也是没有用啊 而且读经 有功读 按照经文 做得处事 你就是最上圣的修行人 所以老鼠要我们法门 你要诵经 要念经都念佛 还要去悟经 然而工作做好了 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了啦 众生习惯啦 修禅是卧禅啦 哦啦 啊 注定容易啦 禅定去他乡做梦啦 睡着能去他乡 梦能去他乡 做梦也不简单的呀 各位同修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 我们有灵魂 哦 呼气同传 但是梦不同 有的做梦去喝酒 有的做梦跑给人追 诶 各位同修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来世界上修行 多梦的人 他一定累积 有很多很多的夜历 所以这一生来 他梦很多 没有关系 当你梦起来的时候 早上起来一起静下来 好好去想你昨天的梦 梦中有什么意义 哪里对哪里不对 这也是给你修行 所以做梦是好事不是坏事 若是你做梦不知道去悟 那你就白修行了啦 所以在做梦呢 我常常有时候一睡呢 从晚上梦到白天 梦了还是梦 包括我现在也在做梦 为什么在做梦 我的梦 希望大家都能学义经啊 希望大家能够 研究风水 希望大家都诵经 但是会不会实现 有人听到了 会让我梦想成真 也在你讲讲里头 我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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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有过着不同的梦 和心境 嘿 啊 啊 啊 卧禅不离三尺六 六尺床 不是棺材喔 罗汉床 我们所睡的 宽度只不过三尺六而已啦 嗯 比较多了 那个 嗯 人呢 当然也不多啦 好 啊那么床位 床向 啊 以和易经风水法 就是有的人 床位 你不要小看一个床位喔 床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自卫 啊 我们 中文的 啊 法师们 大多能够为他人 排好 安好 床位 啊 有的不升 升不出来床位错了 你一到洪水学后 在八百的 山星 或者象星的八百方 床位 又来做了望山望向 那绝对 会出丁 会升南丁 这一定的 真理啊 啊 床位 你在摔西方 啊 又是上山下水 哎呀 你要生健康的宝宝咧 有时候就会有困难 啊 所以我们好多位 我们的法师 啊 都 变成祝生公公啦 啊 祝生公公咧 所以我们仙佛寺 啊 常常有那个红蛋啊 啊 可以吃啊 道理就在这里 好 那 若是 违背政法 啊 这个任横行啦 违背政法 欢迎走啦 错误的方法 啊 南宝病魔 不缠身啦 床头床尾 啊 啊 床 床边 不充门 那 这个法则呢 好 我们下一节 会继续来 为各位来讲解 好 这我们风水的书里面 已经 我讲了很多了啦 好 希望各界你们要了解 这一节到这里一个段落 祝福各位 中文字幕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